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极容新闻 我是蔡小菊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最新的 县市长施政满意度 汇流新闻网民调显示 市长谢国良上任以来 推动的多项人本交通政策 满意度均高达六成 尤其是市府及其推动的 绿色斑马线 满意度更高达八成以上 根据汇流新闻网 最新的县市长施政满意度 汇流民调显示 市长谢国良上任以来 推动的多项人本交通政策 满意度均高于六成 包括起楼绿脚丫 和基隆市288定期月票 超过六成的满意度 行人专用实项 和基隆市国道通勤客运 及基北北桃1200 都会订期票政策 超过七成的满意度 其中绿色斑马线政策 更是有高达八成以上的满意度 这些政策都让基隆市民 和外地游客很有感 我觉得它这个绿色的区域有一个好处是说 因为会让人家有一个界限感的感觉 所以那个绿色区域一出来就有一个隔合 有一个隔开的感觉 可以让行人就更放心 然后机车会离得远一点这样子 这个我是非常有感 然后没有设的情况下 那边车速是蛮快的 但是最近我在过马路的时候 是有感受到 比如说计程车司机啊 或者是摩托骑士啊 他们都会离让行人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觉得不错这种交叉的 就是说不用等那么久 而且它有点让人家 优先离让行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车子都会停下来 对对对对 觉得这种斑马线怎么样 还不错啊很好 就如果我要到那边的话 就会从这边直接走过去啊 让人家方便 还不错啊 怎么说呢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啊 因为现在有那个 离让行人的那个方式 就会差很多 谢市长自从上任以后 积极在推人 行人友善一个政策 以及我们很多的公共运输的 一个交通政策 那最近就是说我们有 民调公司去做这方面的民调 那不管是在我们的一个 一个绿脚丫一个推动 一个绿斑马以及行人专用石像 都获得将近七成以上的一个民调 由市民来支持 另外我们国道客运 自从去年市场积极协调一些 国道客运的业者 因此解决了很多的一个 班次不足的问题 那以及去年的一月 抱歉七月推动了一个 一二零零的一个月票 那十月中旬我们也推动 基隆市二八八一个月票 这些政策都获得市民高度的 一个肯定 民调内容也进一步交叉分析 以18到39岁的族群满意度较高 而各政党倾向的民众 满意度都高于不满意度 显示基隆市政府 力推的各项人本交通政策 不同政党倾向的市民 都给予高度肯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 养成运动健身的好习惯 基隆市体育会与市府 一起在安乐区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社区全民健走 即身心障碍健走活动 往返市立棒垒球场 及新山水库 沿途秀丽的风景 吸引了近3000民众参加 场面非常热烈 安乐区市区全民健走 即身心障碍健走活动 在市立棒垒球场登场 近3000位民众 一起前往新山水库 呼吸新鲜空气 同时运动流汗 让身体更健康 今天是我们各区健走 安乐区的最长 今天能满满满的 在里面外面 都有将近3000人 希望我们的市民 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尤其今天走的是新山水库 一年只有开放 今天健走 让大家参观 因为这个地方是平常不会开放 透过我们林佩祥立委 向新山水库来争取的 希望所有的市民 好好的走 欣赏美景 多运动 尤其会健康 在这里谢谢我们 小外市长 大力支持我们的全民运动 体育会非常感谢 林佩祥立委的鼎力支持 让这么多民众 可以共享健走乐趣 非常的感恩 也非常的感谢 今天天气非常好 使用所有的运动员 都能够很顺利圆满 风和热地下 民众轻松愉快地出发 很开心今天可以参加这个健走活动 健走可以让自己更健康 我们今天能够参加安乐健走 非常开心 也看到这么多人来 天气又这么好 我们安乐区 一年一度的这个健行 非常高兴 今天天气也非常好 参加了好多人 希望能够抽到大奖 走完全程 还可以参加摩采活动 体肩科长指出 会继续办理运动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运动 今天是我们安乐区健走的活动 在会走新三水步 那也很感谢体育会 有办理七区 我们都有规划一个 健走的一个路线 那市长小孩爸爸也非常 希望可以推动全民运动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 在规划更多的一个运动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就是鼓励大家多运动 透过这场建走 培养运动的习惯 更能增进民众的情谊 共同体验宝贵的生活时光 与享受健康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丹兰古道中路起点的 基隆暖冬峡谷步道 与日本工程偶来步道的 丹米路线 正式在基隆市暖冬峡谷 缔结友谊关系 现场进行台日友谊步道 接牌 让基隆暖冬峡谷步道 跃上国际步道的行列 画面上是由基隆市长 谢国良 立委林佩祥 日本工程县 登米市市长 雄谷盛广 跟两市的议会议员 等贵宾 在步道入口处 为工程偶来的 红色小马意象揭牌 期盼透过双方步道 互访交流 让更多国际旅客 认识基隆跟满东峡谷步道 据了解 在台湾千里步道协会 积极媒合下 淡蓝国家绿道 跟日本工程偶来 友谊步道长跑六年 因此在2024年 台湾步道日前夕 日方特别组团 来台设置 工程偶来 红色小马意象 希望让淡蓝国家绿道 让国际人士更加了解 而活动现场 来了许多游客体验步道 主办单位 也安排导览老师 让大家更加认识 暖东峡谷步道 两位孙子 要走淡蓝古道 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非常欢喜 今天要走的这条古道呢 就是所谓我们淡蓝古道的一条中路 那么这条中路呢 就以前所谓的那个 商业往来 最主要是商业往来的一条 一条古道 从那个石温窑啊 平溪啊 所有的物质都往这边 这条古道来送 所以这条古道现在 已经列入一个 国家立了 立廊步道了 基本上上面是没有住家 所以它的森林的覆盖利用 现在目前这里还是 我们国家的林业署 所管的保安林 保安林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维护野乃的生态 所以是这边的森林 分多金浓厚 西谷里面有护离子 所以你来这里的话 吸一口气就可以活一百年 那一般人都会 比较喜欢的 比如像台湾蓝雀 在这条路线上 在我软软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竹槽 还是活动也非常多 包括最近四五月的萤火虫祭 包括最近我们台湾又发现了第三种的水深淫 就是在我们软软 那这个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荣幸 作为我们淡然代表路段之一 可以跟日本的灯米步道 密结国际的友谊步道 所以很高兴呢 藉由这一次的活动 来举行我们台日的 不只是步道的交流 也是台日的友谊的交流 祝这一次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希望这个日本的贵宾好朋友身体健康 台湾的好朋友也是一样 全家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场的暖东峡谷步道建走活动 日本贵宾及许多爱好山林风光的建走民众 透过专业导览人员带领下 走入淡蓝百年山境 深度体验基隆暖东峡谷步道的自然生态 人文产业之美 让大家都满载而归 记者丁克宇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民众党立委黄山山正式在基隆成立服务处 开幕现场有许多好朋友共襄盛举 希望未来结合跨党派立委 一起让基隆更好 民众党立委黄山山基隆服务处的成立 希望透过蓝白立委的合作 让基隆能够争取更多资源 解除发展限制 让基隆更加获得发展 由于副市长邱佩玲 是以民众党员的身份来基隆市政府服务 所以市长谢果良相当感谢民众党的协助 也谢谢邱副市长整合各方资源 推动市政 尤其是公司协力的后车亭 成为全国瞩目的最美战牌 获得各界肯定 先谢谢民众党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邱佩玲副市长 他是用民众党 党员的身份来加入基隆市政府 他尤其负责的这个 企业任养公车亭 这一年多来 包括元大金控 然后还有包括Lexus核泰汽车 以及现在全台票选最漂亮的公车亭 就是台序在这个振兵渔港 未来还有星宇航空等 都是基隆现在最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想非常谢谢 邱佩玲副市长给予基隆市政的帮助 那就要谢谢民众党给我们的帮助 基隆在这段时间 也在这个县市长的努力之下 打造一个友爱城市 那我知道特别是 我知道最近在 邱佩玲副市长努力之下 你们有全台湾第一名的这个公车亭 你知道 而且不是一个 全市民你们占了几个 很多个 全市民不是一个是占了好几个 所以这个 从小地方开始进步 那我知道谢谢市长也非常努力 要改善这个整个基隆跟台北这个交通 包括这个台铁的这种直达车 家庭这个南港站等等 还有八度有这个转运站 我想其实市政就是这样 每天做一点做一点 那不断的累积 就会达到一个友爱城市 那么 黄山山会来这个地方 主要是因为她刚才已经自己讲了 她大学毕业 刚刚考到律师的时候 来这里当了六年的这个法律服务 一直到这六年期间 所以她对基隆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所以我们当时在分配说 谁要去负责哪个区域 她就自告奋勇说她要这一区 所以我们希望说 她既然跟这个地方有地缘关系 将来也可以 特别做得特别好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海洋城市 但是它受了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三十年来其实 真正的进步 反而是在谢国良 市长上任之后才慢慢看到 至少我的角度来说 它的变化真的是 最近才开始比较活络 大家才开始重视到基隆 所以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就来看港务局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中央的单位 尤其是渔港 海港 都在中央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个城市没有办法发展 其实中央要负很大的责任 地方政府预算有限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 星期一我们就会开始 财政收支划分法的审议 我们要把大部分的钱留在地方 也希望在地方能够有充足的财源 才能够做相对的建设 第二个 台湾有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所有海港的地方 都是最美丽的城市 都是最繁荣的城市 地灵人节 好地方要有好人才 所以呢 今天这个很开心 我们民众党的逐渐的进出了基隆 对不对 就是选一个好地方 这是台湾头 三三一个人在基隆社服务处 台湾民众党八个立法委员 台湾民众党八个立法委员当后队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立法院工作的时候 我也刚好有这个机会 跟我们基隆市这边选出来的立委佩翔 跟佩翔兄 有很密切的互动 他让我知道原来我们基隆 有很好吃的葱油饼 因为他晚上的时候 从基隆买了葱油饼 到立法院的议长前面 我相信未来 这边的服务处 在三三的领导之下 我们巴西立委 一定会做基隆市最强的后盾 那未来谢市长 在推动市政的时候 需要台湾民众党这边的立委 一起合作 我们一起让基隆变得更好 也请谢市长千万不要客气 现场参与的还有前议长宋伟丽议员 旅美龄议员等贵宾 与支持的民众 共同出席祝福服务处成立 凝聚更多力量来帮忙发展基隆 虽然说我们的人口数37万多 还不到38 但是我们很多的腹地都是中央的 像国有财产局 港务局 航港局 几乎土地都是中央局的 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当议员的蛮无奈的 当然我们帮我们市长 也等于是我们一起加入这有爱城市的服务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 尤其珊珊她的服务认真 这是大家都可以 可以有目共睹的 包括我们黄委员 黄委员昨天晚上我也是看到跟你们一起下班的 今天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黄珊珊委员愿意 把服务处置在这边 而且黄国昌委员跟吴春城委员呢 今天来了也代表你们都是我们基隆友好的这个好朋友 还有立委 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来协助我们基隆 让我们基隆呢能够经由这么多年来 大概呢我在想将近快要七八十年 基隆一支都是在中央的掌控底下 包括我们的台船也因为只有一部分的立委 所以呢我们的台船大量的减少员工 大家都期待在跨党派的努力下发挥最大的功效 让基隆的发展能够跟上趋势潮流 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幸福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任期最后一天 内政部长林友昌回到故乡基隆参拜契安公妈祖 向妈祖报告一年多的任期推动 完成了多项福国立民政策 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至于外界关切他是否会参选双北呢 林友昌回应 等待时机成熟 路就会出现 在议长同志为等人陪同下 内政部长林友昌持相虔诚的向基隆罵参拜 从去年初接掌内政部后 林友昌快马加鞭推动各项政策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推出住宅政策 三件等多元住宅措施 完成新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立法 提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草案 争取深夜围牢津津贴等紧销福利 强化国安及民防灾害防住等重大工作 因此也在任内最后一天 特别回到基隆千安公 向妈祖及所有支持他的民众报告 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在过去单人部长的 对多的时间里面 也秉持了过去一样的信念 把握每一天把工作把它做好 所以今天是来给老妈跟妈祖报告说 我们每一天都把工作做好 然后没有辜负大家的一个期待 得到大家的一个任务 至于外界关切他是否会参选双北市长 牛昌淡淡表示 等时机成熟路就会出现 他也强调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 都会全力以赴 希望协助赖清德总统的执政团队 顺利推动各项福国立民的政策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 每一份工作把它做好 那时机成熟条件 这个成熟路自然就会出现 那接下来我有 当然有新的一个工作跟任务 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会先稍微休息一个几天 那不管是在任何的一个岗位上面 那没有叫做尽力的 只有全力以赴 那整个执政的是一个团队 不管是府院党 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扮演好每一个角色 然后为执政团队 为赖总统赖这个赖的团队 大家来付出最大的一个力量 更重要的是让整个执政的一个 这个推展能够顺利 来回应这个社会跟人民 大家的一个共同期待 这个最重要 与李又昌配合多年 让基隆翻转有成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则肯定 李又昌渴望接任 民进党秘书长的人事安排 称赞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布局 据报载有可能右昌部长 会接任我们民进党中央的秘书长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 因为他在不管是地方的首长 还有中央的部会 历练非常的完整 接下来接下 如果可以顺利接下 我们民进党中央的秘书长 可以顺利在民进党里面 各县市来做辅选跟分享经验 我想是一个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跟历练 那未来 我想他这个位置也是进可攻退可守 因为你有一个全国的资源 然后也在主席赖清德的这个 共同的讨论之下 看看怎么来操盘我们这个党务的选举 务必在这个像这几天 大家看到国会的这个乱象 没有逐条审查的法案 可以这样子三分钟表决通过 我想未来民进党秘书长 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传达主席的概念 给我们所有 不管是中央的党公职 还是地方党公职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练机会 我们也祝福部长未来这个一切顺利 对于民众党立法委员黄珊珊 在基隆服务处成立时 对基隆发展的说法 牛昌与同志委都直言 黄珊珊还不够了解基隆 与基隆市民的认知也有极大差距 记者张奇藤基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orra! Attachments uploaded by taking photos saves you a trip to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Mobile phone tax filing services will amaze you 就算梅雨季不用出门 在家也可以轻松脚 113年房屋税开征 一化缴纳 超给力 哇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型了吧 真的耶 闪电头发型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挖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违规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开挖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立委林沛祥在担任立委100天左右 已经争取补贴国道客运 及森榜国道客运的法规 解决国道客运路线营运困难等问题 承诺了选前说要加汇通行族的 政见和目标 如何协助解决国道客运路线 营运上的困难 让基隆市通勤民众 可以有更便利的国道客运可以搭乘 是立委林沛祥选举前 以及就任立委后的首要政见和目标 而在担任立委100天左右 就争取到交通部补贴国道客运运价和票价 很高兴在就职的100天之内 佩祥就顺利跟交通部争取到了 我们基隆到台北 还有从桃园到台北 在总理层数50公里以下的国道客运 他们不只他们的运价会有补贴之外 他们的票价也会有大幅度的补贴 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我们所有国道客运的业者 会有足够的钱来请司机跟调长司机的薪水 然后这样会能够迟迟的 帮我们的班次大幅度的增加 而他们的营运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受损 甚至这样讲 本来经营不善的国道客运都会因为这样 而去把这些本来的路线再去做 再去做体质上的调整 然后来去加班次 让我们所有通勤好朋友 能够未来有多一点班车可以搭 另外林佩祥也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临时提案 松绑国道客运的法规限制 包括公路法以及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 将能够有效解决国道客运路线营运困难的问题 包括基隆的9026客运问题 林佩祥强调使命必达说到做到 另外一方面 佩祥也在这100天之内加速通过了 我们这个松绑国道客运的法规 在临时提案里面 这个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说 我们会想办法 让县市政府 不管是基隆市 桃园市 还是台北市 新北市 如果他们有钱 有意愿 他们可以来协助 这个国道公车的营运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看到90260运运 很有可能 在今年的夏天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良善的运行 所以 使命必达 心不辱命 林佩祥 说到做到了 记者 武俊松 基隆报道 以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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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走回来 都停满了 但是这边停好了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 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 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摄 另外 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偶根的老师就成了十万哦 我刚车到人生 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包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夹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 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都在给不到五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游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五婴阿郎 医院周边五老大郎 人车拥挤处五炭夹郎 五号这行阿口 有咱处来人 整条路都自己人 特定区域小心 简术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社展包租带馆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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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关系吗 我都喜欢玩 你 包租带馆333 方便行 安心住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它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